据某宿运企业沈阳区的数据显示 应客户要求 在2019年11月11日零时33分 沈阳区的第一份双11快递就已送达 而此时距离客户下订单仅仅过去8分钟 究竟是什么让快递公司的投递速度如此之快 11月12日 记者就前往了这家下单之后 仅8分钟就配送完成的宿运公司进行了探访 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11月11日全天 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5.35亿快件 是二季度以来日常处理量的三倍 同比增长28.6% 再创历史新高 而完成8分钟投递的速运企业 11日全网收件量 环比平日增长145.6% 速运公司还顺应电商平台预售趋势 创新推出了智慧供应链产品 绩效潜质 实现了分钟级配送服务 我们为了顺应电商平台的预售趋势 首创了这种智慧供应链产品的绩效潜质 用大数据预测件量的需求 将产品钳制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场所 实现货品一键购买 即刻送达 在消费者双11当年下单的同时 它的下单信息同时会传送到我们 这个派送的这个环节上 我们依据这种下单的量 然后根据它的详细的信息 进行急速的配送 如今向这家速运企业 已非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而是成为了科技公司 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 助力智慧决策 让企业双11快件量 预测准确率高达99.6% 尤其是大数据分析 在整体上可以为决策者 预先判定物流走向 而在个体上 也可以为每一名快递小哥 制定每天的配送计划 在整个双11到来之前 实际上我们已经精准的预测到 到全网的快件 到指定的城市的数量 到行政区的数量 甚至到每一个快递小哥的 AOI区域的数量 都已经精准的完成 那么基于整个快件精准的预测 我们也同时完成精准的资源匹配 包括人员 场地 我们的公务运力 航空运力 包括我们的工具 作业模式等一系列的 这种资源储备工作 会提前进行就位 那么也根据这样的预测 我们已经做了 相应的那种指挥系统 这样上下来打通 据了解 除了8分钟配送 这一应客户要求的 现象及投地外 许多通过预定购买产品的客户 在11月11日早上80左右 就已收到了自己的快递 也真实地实现了 很多人笑谈的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退单 快递就已经送货上门了 这一情景 在双11电商黄金周 进入第11年的2019年 与电商平台一同飞速成长的 中国物流行业 在经过了单纯 靠扩大人物财规模 来提高服务能力的阶段之后 也迎来了精登细作 科技赋能的时期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